- 大家好,我是Fashion Boy 今天是2018年的最后第二天,单十号 然后在你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也就是我的DQ Pop-Up Store 还有小飞仙的聚会 已经圆满结束了 然后这整个聚会非常的成功 然后我很谢谢所有小飞仙来到 从很多不同的地方来到跟我见面 然后来 support 我 因为一开始我在做这个Pop-Up Store的时候 我都非常的担心 因为我记得在2018年的第二个Q&A 然后你们有问我会不会搞一个见面会 还是聚会 但是我的想法是 其实我没有很想要做这种见面会这样子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距离 好像太偶像的感觉 比较像明星见神师的流圈 这个是我Fashion Boy 最不想要做的一个东西 因为Fashion Boy 不应该是一个明星 我是希望我会是一个 有影响力的icon 但是我跟你们的那个 关系是很close的 像一个Squad 这个也是为什么会有MMM Squad 这一个系列 因为我想要所有的小飞行都有一件Squad的衣服 因为我想要所有的小飞行都有一件Squad的衣服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想 诶 来到现场 主要原因是让大家可以更加认识我近了一个距离的 有人可以dequoteFashion Boy 诶 大家Fashion Boy 在镜头里面还有镜头外面 现实生活中他到底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应该会和我有一个同样的想法 就是对于明星啊 网友啊 YouTuber 都会有一种偏见 因为觉得他们在网上的那个形象是做出来的 现实生活中是很不一样的 我觉得在镜头内的镜头外的我 最大的分别是那个Energy 还有那个冷静度 其实我本身是一个蛮冷静的人 如果你现实生活中你在外面遇到我的话 或者当天pop up 受你的白衣的话 你就会知道 诶 其实我可能在比较熟的群里 我会很有能量 我就到处跑很hyper 整个红子这样子 是当我在讲一个东西 在解释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是非常冷静 表情不会太多 所以这个Dico Pop Up 除了让你可以看到我之外 我也想要给你们大家知道 我常常讲的那句话 you can buy fashion but you cannot buy style you have to lift the style 如果潮流是一个有钱玩的吧 我们就负责引领潮流 我们Dico Pop Up 就是要Dico High 其实High没有太多定义的 什么东西都可以是High 不一定是streetwear 只要这东西在网上爆起来很红 它就是一种High 每个人在穿就是一个High 那么当今的High 就是Off White Off White 最令你记得的是什么 它的那个条纹 开关引号 字体 就是这样子吧 其实这个东西不是它发明的 只是它设计了一个这样的 这样的潮流 让大家去跟各大牌子都在炒 不管是国外的大牌子小牌 是潮牌 或者是本地的牌子 每个人都在炒这个东西 所以Dico Pop Up 我就做了Dico的Logo 放下去 然后放号码 让你们可以客制化 Customize 主要原因是我想要你们买到一个 你们觉得有纪念价值的东西 我相信这一次的Dico Pop Up 是有达到这个目的 因为我看到每个人拿着同样的元素 Dico的Logo 然后你们的名字 号码 还有那个地图 还有Patch 但是每一件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 这是我最想要看到的 除了而谢谢 我的朋友来支持我 来撑 撑我这个厂 然后帮我去加持之外 我还要谢谢MMM Studio的团队 然后也要谢谢Concept House 把这个地方让给我 因为没有他们这个帽子 不要不要的地方 是没有办法把这整个Dico 悲响的这个感觉 带出来 所以谢谢 我还有很多人很关心的 一个问题就是 Dico Pop Up 会不会再去到别的站 其实是会 我非常想去到 JP还有Vinning 然后还在找 适当的机会 因为需要联络场地 然后也要算一算开机 等等等等 所以你们多么让我去 好好去筹备筹备计划一下 而其实不只是 Dico Pop Up 说我是要Dico Type 这是MMM Studio 本身的 一个目标 我不是要做一个潮牌 因为我本身 真的没有喜欢潮牌 我反正想要做一个 让大家穿了 会觉得 哦 这东西让我变得好看 这个东西让我 有那个信心 讲 我是帅的嘛 然后这个衣服让我穿起来 拍得来 不会像个屁孩 我觉得MMM Studio 如果你没有留意到的话 我只会在这个 这个Logo下面 我们有我的Tag Line 我的Tag Line就是 Fill in the Blank 因为对我来说 我们其实不缺 怎么样风格的衣服 我们也不缺什么样的牌子 是我们真正缺的东西 是 本身的特色 还有性格 因为哦 社交媒体 很多东西 我们都被它影响 你的一举一动 你的穿搭 你的做人处事的方法 等等等等 所以大家就变成 好像一个 clothes 一个复制人 才会把一些很好看的东西 穿得不好看 Streetwear本来就是讲求 性格 一个个人的特色 结果它变成了一个 买贵了的一个 衣服和裤子 所以就很没有意义哦 所以MMM Studio 是想要教你们 如果在这个 神美疲惫的这个环境底下 找到自己的特色 它都Fill in the Blank 所以 接下来我做的每一个东西 每一个系列 每一个产品 都会有很多这种元素 因为毕竟 Fashion Boy 都是从 18斤实验室 这个DIY极加的 所以我会 想要做到 就是 一直坚持 岳本的初衷 去做每一件事情 不管是我的影片 或者是我的设计 我觉得 这个影片就要到此为止 我讲了很多 不然我要给人家讲我的话了 所以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就分享一下子 看个半次 看点赞上我的直播 也要记得点赞我的频道 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集见 拜拜 真的是很跨劳哦 我这个人 你看 你这样有队呗 我们是 同一个 Squad的咧 我们终于争先 你知道什么 你知道你讲了多少分钟吗 你讲了十多分钟咧 影片就是拍多 不拍少了 不是咧 是 今天活动的 主要不是卖衣服 主要是 见到你们跟他们聊天 跟拍照 除此之外呢 也很想让你们 现场 ERI你们的衣服 所以今天这个活动 我们要谢谢几个人 所以我们要谢谢 Quontent House的 主理人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老大 如果老大没有见电影的话 我们会有今天这个活动 掌声鼓励一下 掌声去介绍 然后 当然我们也要 提上Rexagon的主理人 Ryan 来掌声欢迎一下 背背背背背 因为今天是 CWVV 他们的话 今天不会 不会做了整个活动 所以谢谢 好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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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走 哎哟 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一个 他之前做过第一个给我 你们在影片看过的那个 黏土 那个是 他可能觉得我太害了 所以他做个高的给我 他有男生了 他给你感觉 我做到了 你不做个高的 我最喜欢的 你不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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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give a fuck try me pussy bitch and we gonna fuck it up yeah run it up yeah get that fucking bag out run it up yeah I don't like yourself boy you wanna run it up up no we cannot link up shut the fuck up I'ma dog you the fuck so fucking run it up and you shit your time is up don't caring yeah i don't give a fuck